国语出征世锦赛路上耗时40小时 00后小将期待突破 12月12日 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 将在西班牙维尔瓦开打 12月8日 中国羽毛球队 离开位于成都双流的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 踏上了前往世锦赛的征程 继东京奥运会 苏迪曼杯 汤油杯后 这是国语今年以来 第三次出国参加比赛 也是本年度世界雨联的最后一个大赛 不少球员表示 从隔离结束到恢复至正常训练的过程 比较艰难 这次世锦赛也面临不同寻常的挑战 但是面对世界雨联最高级别的单向比赛 国语将是努力争胜的决心不会动摇 缺席苏迪曼杯 汤油杯的正思维 黄亚琼充满电后 在出发 向着世锦赛三连贯发起冲击 经历了团体大赛的历练后 00后小将李诗丰 王芷一同样希望在单向赛上能有所突破 国语派出三名男单 四名女单 四对男双 三对女双和三对混双共 26名运动员参赛 陈宇飞 王毅律 黄东平 三位奥运冠军因伤缺阵 对手方面 印尼队退赛 包括南双世界排名第一小黄人组合吉迪恩 苏卡木曰 世界冠军组合阿山 塞地亚万 以及东京奥运会女双冠军玻璃 拉哈游 都失去了争夺今年世界冠军的机会 日本队在单打上受挫 一哥陶田贤斗在上周总决赛上 背部伤病复发退赛 也在8日宣布退出世锦赛 西班牙世锦赛比赛地维尔瓦 位于西班牙西南沿海地区 毗邻大西洋 国语此番路程总耗时将达40个小时 本届世锦赛决赛 将于12月19日进行